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我光幫忙 結婚後的男人還是什麼 他就是決定掌握了空襲 就是8點到11點是固定是他看的頻道 那還好啊 他老婆出國喔 也有比他 比他還有出國名 但都是玩 他跟小菁他們要去美國 他講好誰誰誰 我說喔 那麒麟哥 他說 麒麟哥想說 約我去喝兩杯 這樣身體也會不好耶 我不要以後幫你喝輪油 好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你們好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洪江峰先生是國光芳芳寸佛 哈哈哈哈 我求完 他求完 哎呀 哈哈哈哈 今天呢要講一個非常嚴肅 非常悲情的事情 就是 結婚後的男人 還剩下什麼 沒有 你有那麼常 對啦 覺得 呃 很多人講啊 結婚以後啊 這個生活都變了 女人最喜歡講說 男人 結了婚就變了一個人 批 女人也是 告訴我們 對 今天歡迎 這四位 第一位 沒想到他結婚後 也剩下不多了啊 哈哈哈哈 傑 傑哥 傑哥 傑哥請問一下 結婚之後 還剩下什麼事情 是由您全權決定 哦 其實 哦什麼 好悲傷 哈哈哈哈 我想了一下 好像幾乎 幾乎不多了 有什麼呢 你看現在結婚前是我們說了算 當然 啊 逼狀 逼狀 那現在是 他們說了算 他們喔 就包括我太太跟小朋友 他們 對 你現在是不是應該還剩下就是說 接通告你說了算 其他都是 沒了 差不多 是不是 接工作 工作沒辦法 一定是你說了算 那 通告 幾乎都是我在決定 對對對 那 當然有些可能就是 要 比較超過這個配合 那我也要先去打個招呼 這樣子 超過配合 床戲 對 吻戲 都不行 你是演技派耶 其實我都盡量不說啦 不過床戲 吻戲的戲 也不多 但是你知道其實還好 因為傑哥都是拍電影 不像我們電視 你知道 他打開就看得到 他要發現 還要去電影院看 才會發現 原來你有吻戲 對 對不對 也是也是 要不然電視上播 也是好幾年以後 對啊 那你也在怕對不對 那 我剛看 你連看電視的權利都沒有 沒錯 以前就是 我看到 看到哪 躺到哪 然後怎麼轉台 隨便 決定權在你 對 隨我意的 現在就是 只剩下 夜深人靜 小朋友 睡覺了 睡覺 睡覺的時候 然後 我 我偷偷摸摸的 還不能太大聲 然後把 去 去享受我的那個 體育頻道 真的 而且他很慘 我們在APP上的名字 是不是APP 他每天都播這些 星星啊 什麼菠蘿蜜啊 又說什麼大寶法王啊 什麼 每天耶 分享分享 對 你現在都是以這個為主 對不對 因為學佛嘛 那然後有 學佛你可以 控制自己 以自己為主 自己決定就對了 還是他比你學佛的 沒有 跟太太一起 一起學佛 喔 一起 那也是被決定 也是 每天回到家 欸 你今天應該是 星晶喔 是 哈哈哈 第二天 欸 今天是地藏王晶啊 哈哈哈 好不好 這個不是學佛有好處啊 對學佛可以進入一個 自己的境界 哈哈哈 自己昇華了 哇 我都沒有 就那一刀光 你看多好 對不對 接下來有話哥 有話哥 有話哥你這麼強勢 欸 那天周刊還報 您是 啊 收視率冠軍耶 冠軍 冠軍回家大聲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怎麼會被老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告你老婆嘛 反正自由 結婚前 嗯 他決定 結婚後 是有決定 欸 那很好啊 哇賽 然後 我決定 賺錢 嗯 啊 然後呢 他呢 就是決定 決定花錢 花錢跟掌握遙控器 掌握遙控器 你連電視權也沒了 就是8點到11點 因為那我回到家都是9點多 8點到11點是固定是他看的頻道 那還好啊 10點以後就勾勾勾勾勾 哈哈哈 像你的穿著 好 或者是你上節目講話態度 他會管嗎 不管 那就還好 那他只管 你講話態度他不管 不管 幹掉他 不管 幹掉誰啊 嫂子啊 不是不管嗎 好比說 像我的17場官司 本來第一場第二場他還關心 到了第三場以後 他就 他說反正 死豬不怕 滾水湯 你慢慢湯 然後我就把那個傳票 我要把它偷偷的收藏起來 不能讓他知道 為什麼呢 啊 不然的話他就講 你在電視上面這樣子講 又來一個官司 你煩不煩啊 他是擔心你這個 他也不是 他嫌煩 是老師對不對 對啊 老是 告也告不成 每天弄你 對 告也告不成 他說 然後你這個一天到晚 去跟吳宗憲在那個法院見面幹什麼 兩個人見面還來 來 我跟你講 就是那一次他看了電視 剛剛好憲哥出來 我演出來 我們兩個就在前面 尷尬 記者就訪問憲哥 那個影劇記者訪問憲哥 那個政治記者訪問我 我們兩個你看我我看 然後兩個憲哥講 就乾脆就在對面租間房子好了 天天出庭 少三個來的時候法院上班 所以呢我太太一看以後 他說你天天跟吳宗憲搞在一起 你那兩個見面怎麼會在法院見面 OK 所以以後憲哥找我上那個什麼節目 他說 你不要上了憲哥的節目 以後又在法院見面 可是有一次 你有一次來我們節目 我們不是跟女孩子互動 你回去被定得很慘 非常慘 哈哈哈哈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為了區區通告費 居然出賣我的靈魂 哈哈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不回去把我們頻道鎖起來 就11電影都不能幹這樣 YouTube上面都有啊 然後他的學生也會跟他講 他的學生也會跟他講 因為他很多學生是電視兒童 那我每一天在電視上面講的什麼話 他學生聽到第二天一定一五一十的覺得 我懂就一上班學生 老師你昨天有沒有看國防幫忙 哈哈哈哈 你先生 哈哈哈哈 哈哈 對 回家就跪了 哈哈 對啊 所以 所以 你生活幾乎沒有空間嘛 生活不但沒有空間 那我那一天 那我非常感慨 我們結婚也快二十五周年 像他那天講 他說你應該感到幸運 你是我的第一個男朋友 也是最後一個 然後我就講了一句話 嗯 我說那我得到你的真操 結果撕掉了一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華哥剛跟傑哥講的 我們結什麼婚呢 我得到你的真操 他撕掉了一切 哈哈哈哈 剛剛前面兩位 在螢幕上都是鐵漢 哈哈哈哈 但是面對婚姻 一樣 Sla 哈哈哈哈 好不好 接下來這一個 哇 這一個太辛苦了 健康健康 這一位呢 為了爭奪自己的喝酒權 上遍各大節目 哈哈哈哈 但是結果呢 無效 阿健 是 阿健 欸 我們以前看到你剛結婚的時候 跟現在好像情況不太一樣 因為剛結婚的時候 哇塞 阿健帥的 對啊 其實老婆很漂亮 非常帥 等於阿健在那邊彈琴 旁邊去做一個小女生這樣 在旁邊那邊 害羞我們去 阿健 你太太啊 這樣 現在不是了 阿健 什麼阿健 我在這裡 哈哈哈哈 你現在結婚你能決定什麼 我想一想啊 其實我還真不能決定什麼事情現在 我也能決定就是我嘴巴能夠講什麼 隨便我講 因為實壓是嘴硬 對 反正我隨便我講 不管是傷害任何事情 比方說 今天晚上要去吃什麼 跟大家去吃什麼飯之類的 我可以講出 十樣 十個餐廳或什麼之類的 到最後決定的還是他 他隨便我會講都沒關係 你只是講講 對啊 任何事情就是讓我這樣說 他這種就是一種 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 消極的抵抗 起碼要吃什麼 滷肉飯啊 蚵仔煎啊 講到白天的 牛排 就是這樣 就講到最後以後 他只要問孩子說 Peter 我想吃什麼 我想吃拉麵 按著吃拉麵 我剛剛講的全部都不算數 夏克力台灣女生好不好 還不錯 那為什麼 究竟夏克力說了什麼 讓全場捧步大勝啊 夏克力期待演出激情戲 卻被老婆從中破壞 我看見了 喔 耶 有親戲的部分 我老婆很 謙密的 然後給導演說 導演 可不可以用角度 讓他 看起來他們在親 看起來他們在上闖 這個戲就是要 上闖 上闖 沒有啦 夏克力台灣女生好不好 還不錯 那你現在 就不要跟他們結婚就好了 好 好 可是你應該生活還過得比他們快樂一點 都還不錯 我的情況也還不錯 我滿獨立的 我可以要做什麼 就是要跟他報告一下 我就OK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 我以為是這樣子 可是我 我聽他們講話的時候 我就說 欸 欸 我也是不能拍親戲啊 我就是 我聽到他們在講的時候 問我的時候 他們打電話 我說 Kris 我跟你說 欸你這個 你老婆有沒有限制你什麼 我說沒有啊 沒有什麼限制 可是 他們一講他們的我就說 欸這個我也不喜歡 就想到了 欸這個我也不喜歡 這個也吃飯啊 一樣啊 他們都可以隨便你啊 隨便你 好 我們去推拌燒 不要好了 我們 火鍋 不要好了 牛排 不要 然後一直講 然後你抓到哈 你抓到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你這麼激動 誰敢說不是 不是啦 還有那個 親戲啊 對 我拍光音故事的時候 我應該有親戲的部分 我老婆很堅密地打電話 給導演說 導演 我老公 他不是有那個 上床的那個戲來源嗎 對 嗯 你那天要拍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角度 謝位 讓他看起來他們在親 看起來他們在上床 謝位 因為那個戲就是要上床 做小孩 我看見了 哇 耶 後來變了 然後 這個角度 那個角度 就 沒有啦 沒有啦 欸 時間沒有了 現在想起來 裡面你最慘耶 因為捷克他們 工作還可以自己決定 你的工作還被關照 我老婆是一個好好的演員 我跟你說 今天來之前 我就覺得 哇 我很會做自己的選擇 那我開心了 坐下就發現 哇 我被騙啦 哈哈哈 演出來 然後我覺得 我都有權利 其實沒有 哈哈 那你敢跟你老婆complain嗎 嗯 你敢跟她說 你不要管我 可是我跟你說 我之前 真的覺得 她沒有管我 她 可能 推眠 有可能 我就覺得 我沒有被管的 可是我發現 其實你講的每一個東西 我都被管了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嘉芊很高明 她厲害了 她管你但是不讓你感覺到 對不對 是吧 不是是嘉芊很高明 還是你們加拿大的男生都很容易被追 我可能很笨 對 你這樣會 就會造成一個台灣女生 嫁給加拿大人的一個潮流 對 顏麗婷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結了婚以後 要控制男人這麼多事情 也不是控制 我們一切都出自於關心 看電視頻道也不能 吃東西 不是 因為電視就是一台 為什麼不能 就聽老婆看 看什麼就看什麼 對不對 屁啦 買六台最後還是你們在控制 沒有 真的是不會是這樣子 你可以隨便看 對不對 我老婆也這樣子 她就說沒關係 你隨便看喔 可是 我看我的電視 你看你的OK 可是你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坐 你為什麼不到另外一個房間 你坐我旁邊 你不挨我嗎 我終於旁邊有看你的電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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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叫救護車 忘了她這邊中工啊 哈哈 那那你還在問一下 就結婚之後 你被剝奪最多的是什麼 自由 財富 交友 時間 哈哈哈 他都 窗簾 傢俱 拖鞋 連拖鞋都不行 這樣 結婚以後 因為 因為買了房子 窗簾 是他指定的 他去丈量的 連桌布 也是他 丈量的 然後他跟我出國 他非常喜歡買拖鞋 然後買了拖鞋呢 這個月穿這一雙 那個月穿這一雙 他規定 他規定 哇賽 你老婆能幹 啊 你老婆真的很幹 他叫無聊 不叫能幹 在我來講是能幹 那我剛剛講 為什麼是睡眠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 睡眠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會那個犧牲睡眠 因為他老是跟我講 他說他十一點鐘上床 他早上五點半要那個起床 你要做愛做的事 就是十一點鐘以前五點半以後 所以我就必須犧牲睡眠嘛 所以呢 我長期被他壓榨的是 睡眠不足欸 OK 了解 聽得懂嗎 就很想要 蛤 十一點零一分 等五點半 這也太痛苦了吧 所以 他是老師 然後呢 我犧牲的 不能講髒話 不能講髒話 有阿哥 你講髒話我沒有覺得很怪 你會講髒話嗎 就是說不能講髒話 以前 以前應該會 對 從前會那個講他的什麼 語助詞啊 那時候是那個 當老師 他有三項優點 第一個 德行 德行 你這個德行一定要端正 你髒話不能講 還有有時候幫他 處理一些 你不能講髒話 還有一些幫他處理報告的事情 你知道嗎 他是不看報告的 他是看什麼 有沒有錯字 哦 我說 我說我們不必活得那麼痛苦嘛 錯字你把它改過來就好了 他不行 這個字你非要用這個用法 那個字你是什麼用法 我說能不能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不行 所以跟他結婚以後 這個天天過的是 身不如死 你敢去講 他會看耶 不會啦 他不是說他十一人會睡覺嗎 十一人他現在也安全 還有啊 我講一個笑話 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演講 他說他要跟我去 我說好 結果呢 那我日本朋友都是二十幾年不見 我就在旅館裡面 不停地接見朋友 除了演講完就接見朋友 我跟朋友 誰叫孫中山 對 在旅館接見有人 哇塞 然後就在哈拉的時候 你要知道 當高潔進來坐在我旁邊 他臉色都變掉了 那我比喻 然後他就說 你曉不曉得 你一天半沒有出旅館一步 一天半 一天半 都在接見朋友 都在接見朋友 所以他就發飆 所以那次沒有辦法 那我請主辦單位說 這樣你派一個秘書跟一部車 帶著我們兩個 我們從東京一路玩到北海道 再從北海道回來 那他才滿意 所以那你說我們結這個婚 撕掉的是什麼 連交朋友的字都沒有 那請問一下 其實你現在除了政論劇節目之外 你有時候也會上綜藝節目 對不對 他會管制你上哪一個綜藝節目 上一次還有一個節目 叫那個夫妻檔 我都已經搭進製作單位 都已經講好了 結果發生一件什麼事 他馬上他說 你把製作人電話給我 我就給他 他說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仁擾珠黃 又沒有賣點 又沒有收視率 我口才我又不好 然後他說更重要的是他答應你 那我沒有答應你 就黃掉了 給人家黃掉了 然後就退別人通告 他說要去你去 那我不會丟人些眼 所以弄得製作人 就馬上再打一通電話給我 他說現在都好了 那你 那你叫我怎麼辦 所以跟他在一起 我也得罪了不少人 我也連交朋友的自由都沒有 連上節目都要控管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法律來講 這算不算構成一種妨礙自由 構成 夏克力講得對 台灣的女孩子都很不錯 可以跟她交往 但是千萬不要跟她結婚 尤其是老師 好的嗎 求婢 哇塞 然後下一個苦主 直接嗆家了 很厲害 阿健 沒有 阿健你結了婚之後 失去了什麼 因為我剛剛聽 尤化哥這樣講 我覺得我們都還好 真的我們結了都還好 我都不好意思講了這樣 不會啊 你不能喝酒就很嚴重 這是一點當然 這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最重要我覺得說 其實我結完婚以後 我覺得我 失去最多也是自我吧 因為像平常以前我是可以跟 偶爾跟朋友 等一下我們今天是訪問集中營裡面 每一個都我沒有知 真的是這樣子啊 因為以前結婚前 我們會有自己的時間跟朋友 對 聊天啊 喝喝酒啊 晚一點回家 那結完婚下不是啊 晚上只要超過十點鐘啊 我老婆電話就會來了 幾通 她講一通我就嚇死了 她講一通 對啊 那我再稍微插播一下 我跟立法委員 一天談國事 十一點鐘到兩點 摳三十二通 哇塞 三十二通喔 三十二通喔 那還蠻在乎你的嘛 然後 十一點就要睡覺了嗎 沒有 那一天她就非常奇怪 然後呢 回到家 門一打開 她就坐在那個地方 她說 你曉不曉得那我打了幾通 你的電話手機自己看一看 你看三十二通 是不是 你談的那個 是不是 對 是吧 不是你們原意 曲忠恆出錢跟Vicky玩啦 卻只能被晾在一旁 她出國 她有出國命 都是工作 她老婆出國 也有比她 比她還有出國命 但都是玩 你知道嗎 我上次跟立姐聊天 就問說 她說她跟小禎他們要去美國 她講到誰誰誰 我說喔 那曲哥她說 怎麼可能 錢還跟我出來 她說你曉不曉得那我打了幾通 你的電話手機自己看一看 你看三十二通 是不是 你談的那個 跟你對談那個立委 是不是 是吧 不是你們原因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不能覺得說老婆管你們 知道嗎 他說 他說 他那天晚上講 他就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你的上半身 那我不管 可是你的下半身的所有權 是屬於我的 那我當時聽了 我說什麼叫做上半身下半身 因為 當時剛剛進去 他就這樣子講 好啦 那我們簡講就是 你們真的談國式嗎 真的談國式 對 那天是談國式 為什麼生育力這麼低 在酒店談 對 他沒有在 招待所 我們什麼酒店談 招待所 他只吐了咧 吐狗這種事情 立委 立委 好不好 所以三十二通電話 是 你們哪一個人受得了 真的 可是我覺得很合理 為什麼 我覺得打電話給老公找人 是非常 談國式 三十二次 國家大事 你們女人同地 對啊 不是 他又不是 不是啊 他又不是天天 他偶爾一次跟他談事情 你們為什麼要打電話去 不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都可以說 不好意思我接一下電話 然後就跟老婆說 你不要再打 我現在真的還在忙 這樣也比較安心啊 沒有 我已經講了 我說我在談事情 然後 隔了個二十分鐘 他說你還沒講完啊 我說我們還在談 他說跟哪一位 我說跟某某某 他一聽 他說好 他又掛了 然後就是這樣子 不停地騷擾 然後 回到家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他說第一個 你妨害了我的睡眠 第二個 你讓我坐立不安 他說第三個 褲子脫下來檢查 他說第三個 他說那你曉不曉得 那個人是什麼德性 那你曉我怎麼辦 算是特例 所以我跟你講 三十二通 三個小時三十二通 好 不是我打 不要生氣 阿姊 又回到你 除了喝酒之外 你連出國旅遊的自由都沒 因為最主要是說 以前還沒 結婚之前還沒有孩子的時候 我們常常跟我太太啊 到處去玩 比方說去台灣那 那時候我太太還沒有身份 不能出國 到處玩 但是有了孩子以後 不管要去哪裡玩 都是一定要經過 他的決定 他的決定 小孩要想去哪裡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他跟我孩子 每年會有一次 單獨出國去旅行 不帶著你 不帶著你 不帶著我 一次而已啊 一次 至少二天後 那你應該開心啊 一年六七次 都不帶著我 但是我 我覺得其實有 我想享受那個 家庭一塊出去玩的感覺 其實我也 我也可以請家 跟著去 對 少接點Case就好了 對 那他就說你要 那為什麼不讓我跟呢 那你要工作 你要賺錢呢 你幹嘛要跟著來呢 不讓我跟 他講的也有道理啊 哇賽 而且一年只有一次 我覺得還好啊 但是我也難得一次 跟他們出去玩 不是你這樣子 曲哥情何以堪 每次都不帶他 我跟你講 這種話你不要講太久 等一下他會哭 你知道嗎 好可憐 你知道 曲哥好可憐 你知道他出國 他有出國命 都是工作 工作 對工作 他老婆出國 也有 比他還有出國命 但都是玩 你知道嗎 我上次跟力姐聊天 就問他說 他說他跟小禎他們 要去美國好了 好像還是日本什麼 我說適合有誰 美國日本都去了 對 我知道 然後他講有誰誰誰 我說 那曲哥他說 怎麼可能 而且錢還是我出的 你現在很像什麼 農業社會 各家養了一隻牛 辛苦的工作 只能吃草 接下來覺得自己很自由 夏克力 夏克力 結了婚以後 你失去最多是什麼 女生的朋友 這個講大家就會 鍍爛你 沒有 因為我 我是以前 做很多配音的工作 超級多 然後配音 如果是配音書 雜誌 國外的新聞的東西 都是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然後你可能要做很多 不一樣的聲音 然後女生也做很多 不一樣的聲音 然後你可能 一次就三個小時 然後可能 一天可能有三個個案 所以去另外一個錄音室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 跟你一起配 所以有很多女生朋友 對 女生朋友多的 對 女生朋友多的 中間就是有時間 去吃一個東西啊 聊天啊 可是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不行 不準 然後其實她有目的 不是她沒有怕 我會跟那個女生 發生什麼事情 她就是怕說我會被拍到 她會說你去跟女生 單獨去吃一個飯聊天 你被拍到 她們會寫說 就是看圖說故事嘛 人家看圖 對 吃飯都不行啊 吃飯不行啦 因為一樣 夏允柱啊 喔 那女生長得正 正 正 高 金髮 有一些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沒有 結論會以後 我中賽貂場 沒有問題 怕被誤會了 所以就是 慢慢的失去這些朋友 然後也是因為 可是那時候我就說 算了 他們要寫我怎麼樣 我真的沒有 可是她會說 你這樣子講 那他們一些 你也沒辦法教你自己的 他們會寫說 你做什麼 其實你沒有 可是觀眾都看到的說 夏克利外遇 夏克利追老婆不好 夏克利你會氣啊 你到家裡也氣 然後氣是出氣 然後那個氣 全家裡都用 很可憐 加拿大狗仔會這樣 也會 可是我們加拿大狗仔 是比較分的 台灣是比較 加拿大很大 所以其實狗仔也沒有 沒辦法去追 像你住在山裡面 誰知道你在哪裡 對不對 那那個妍亦婷 結婚之後 你管你老公什麼事情 你老公失去了什麼 相反 我才是集中你出來 對 你都不能去廟口 不是 我還不能討債 不是 是因為我太聽她的話 我真的 我跟你講 大家請看VCR 看上面 想想籃球 快點 你不要避而不見 他走出來他老公那個臉 嚇到發 哇賽 他老公這個總冠軍在 輸的臉都沒有那麼 欸 他的埃及在那邊跳是 再溫柔都發火了好不好 誰受了 對啊 不過跳一支舞而已啊 你老公還是愛你的啊 對不對 當然他當時一定是 滿hyper的 不是嗎 其實你不能用 他只有偷偷跟我比這樣 屁欸 有時候你們對結了婚的男生 其實不要放太多心思 在對方身上 應該要像 對 簽一條線 我真的就是這樣好不好 線斷了就斷了 我跟妳講 都沒季風會慢慢把它催回來了 對對對 不要介意 可是我對他很仁慈 我有給他一張提款卡 裡面也是有好幾萬 那可以 那還不錯 幾萬 那還不錯 三萬五 一萬八 四萬 四萬多好不好 要幹嘛 隨時補滿四萬嗎 每個月都四萬 就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對啊 那我不會過問 如果他這個月四萬沒花 你還會再補四萬進去 那怎麼可能 自己不花怪誰啊拜託 就是維持四萬 重點來 你給他四萬 他每一筆的開銷 你都會看 都會問對不對 我不會 如果突然有一筆 兩萬八 我那太誇張 不行 那一定會問對不對 這樣問好了 一萬一呢 一萬一 會問一下 稍微問一下 六千會問嗎 七 七 所以你要解釋 張有花偷吃被抓包 老婆當場撩盒話 跟他講 我有事情出去一下 然後接那個 一個妹妹吧 結果好死不死 被他看到 被他看到 他說如果保家周刊把你拍成封面 他說我告訴你張有花 是我跳舞 不是 他本身 一萬一呢 一萬一 會問一下 會問嗎 稍微問一下 六千會問嗎 其實超過一千千會問 所以你要解釋 被我們拆穿了 不是 一千以下 就可能請學弟吃吃飯什麼的 對 那一千以上是要 一千以下再問的話 會直接影響到 他在藍談的那個程序 好 今天你們為什麼投不進 沒有 我瘋掉 三塊 可是剛剛聽尤華哥講 我覺得我老公太爽了 為什麼 我覺得我讓他過得太舒服 真的假的 你不要這樣講耶 真的啦 因為 尤華哥感覺真的是 我今天找你來不是來學習 是這樣子 真的 你不要回去說 我跟你講今天那個傑哥啊 他的什麼什麼 尤華哥什麼 哇塞 我們不想害他 真的 我唯一原則就是去拿 讓我知道 是這樣 去哪裡讓你知道 那你會奪命連環球嗎 我不會 可是打不 找不到人就 稍微要再找一下 你曾經有找不到人過嗎 有 因為其實他練球時間 比如說 練球時間你找到幹什麼 不是 有人投來投著 三分球 喂 正在投三分球 正在 我還沒講完 就練球 已經過了練球時間了 不然你們聊嗎 你們聊嗎 對 你練球我們怎麼打 我一說七點到十點是練球 我當然不會說白目那時候打 可是十點零五分 假如說我要問他要不要回來吃飯 我要幫他熱菜啊 是不是就要問一下 然後打去沒接 再過五分鐘再打 還沒接 跟學弟洗個澡啊 洗澡啊 對 對也許 也許做過治療 學弟已經很累啊 來我們洗個澡 那有可能差不多十點二十 好 再打 還是沒接 那就奇怪了 哪用打給防護員 因為防護員是幫他做治療 防護員 防護員說 風哥在不在 風哥 風哥我找一下 等一下找一下 等一下在家打給你 好 掛掉 五分鐘還沒打來 打給他最好的隊員 打 欸 風哥在不在 風哥 風哥回家啊 風哥 回家 好 掛掉 我們今天集點解散的 然後就問清楚 大概的經過 然後很確定 他可能手機沒電之類的 我就會坐在客廳等他 哇 這樣子 那麼生氣的當他了 欸他所有 球隊所有人都知道 你很厲害 沒有我只會打給 跟我們比較好的 你老公出門在外 可以被電話沒電 不行 為什麼 對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自愛 所以其實我給他自由很快 不是有時候我們那個喔 這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的時候你知道 藍牙忘記關 是很費電 真的 有的時候我們跟人家 對不對 那個就是 熱點 有些人很討厭 不是 有很多人很討厭 就是沒有熱點 我們熱點跟他分享 我們很快就沒電 對 很快 而且我們男生帶個行動電源太過 對 男生不帶那個包包 什麼東西都又在裡面 好不好 就有空袋好不好 又在那個 什麼不要去台灣女生 加拿大男生的碰不得咧 跟孔子一樣 那你回家你有沒有生氣 沒有我當然 我真的是不會跟他發火 就問他說為什麼電話都打不通 他說什麼 他說他真的不知道啊 因為他以為一直都是有電狀態 所以他想說都沒有響 他就沒有去看 對 然後我說他很自愛 是他如果發現他只剩差不多20% 已經會漸漸越來越低 他就會先打給我說 我手機剩20% 這招好用 如果你等一下要找我 全國的人都學這招 對 我們永遠出門 一出門一開門就是20% 那有那個呢 有那個人沒有抓過 電音趴 抓到的紀錄很多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跟一位女主播吧 哎呦 主播耶 跟一位 跟一位女主播談節目 那天我是騙她 那我說那我出去一下 但是我是跟女主播還有製作人 談那個 那你為什麼要騙 對你騙她的原因是 因為她對那個女主播的印象 並不怎麼好 哦 印象不好的原因是 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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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騙她 結果呢 那個是導播 也是一個女的 她電話就 就找不到人 她就打到家裡 因為那天是有一個非常急的事情 她說 那我先生不是到你們電視台去了嗎 她跟我講她去你們電視台啊 死定 哇塞 你的下場是什麼 啊 你下場是什麼 下場回到家裡 你說 水乎水乎水乎 晚上到哪裡去 陳時昭來 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讓我知道 還有 下一次 如果某家周刊把你拍成封面 她說我告訴你張友華 是我跳樓 不是你 是我跳樓 不是你 誰做了 是我跳樓 不是你 就是老師 真的 結果你知道她說什麼 她說因為學生都知道 我是你的先生 張友華是你的先生 她說當你上了那個 又跟女主播 她說她一定跳樓給我看 她說不是那我跳樓 她說那我絕對成全你 她說我會跳樓成全你 哇 她說這個臉 我丟不起 她說我現在教這學生三千多個 三千多個通通知道他 你叫我怎麼活 對不對 還有同事都要解釋 好 就有一次真的是被他逮到 你到底幾次啊 難怪 那你活該 逮到什麼 逮到什麼 就是跟她講 就是跟她講 我有事情出去一下 然後到那個101 那個接那個一個美媚吧 也是她 也是她那個認識的 因為她從中部上來找我 不曉得那有什麼事 但是她說她不希望我太太知道 我是好 那我晚上下的節目 不是約會 不是約會 就是臨時的 結果好死不死 被她看到 她也陪著朋友逛101 我們兩個聖母交對 然後看我旁邊那個妹呢 也是她認識的 她轉身去買85樓的門票有沒有 她沒有當場單點 只是跟我點個頭 她就雙頭 她失敗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回到家晚上11點多鐘 她說 你曉不曉得我剛剛看到你 我回到家 我真希望把那個瓦斯爐打開來 我說那你打開瓦斯爐幹嘛 她說如果 不是因為你張友華 你還算是一個人物的話 她老早就用這種方式解決自己 所以 何必呢 所以她 她每次講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妳真要有 妳要第一個跟我講 她說我絕對成全妳 但是妳不能讓我最後一個知道 其我愛恨 就是第一 她如果說第一個知道 就會原諒妳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妳就 妳說下個月 下個月我想 我讓妳知道 妳先知道 妳前面妳早一個月知道 OK 下個月天天都會 這個節目最後呢 我們挑選了一位 一位喔 就是家庭生活比較 嚴苛的一個人 阿健老師 阿健老師 今天我們要call out給妳太太 是啊 然後呢 妳的 妳的任務是 恭喜妳 等一下要幹嘛 妳的任務是 態度非常強硬的 跟妳的太太說 今天晚上錄完影之後 三個主持人跟我 要一起去喝酒 我都幫妳想好故事 而且可能大概要到田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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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我幫妳想好 就是 就在民權東路六段 有一家小酒館 三個主持人說 約我好幾次我都沒有去 今天晚上說什麼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付這個約 而且離家那麼近 妳就不要擔心 不要廢話了 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 就是要睡到火那一間嘛 對… 對…好不好 妳要講得很果斷喔 好 近一點 喂 阿健老師能夠順利說服老婆嗎 阿健老婆全力攻擊 婆中康出面反擊 妳坦白講 我們結婚十年了 我…我哪一次叫沒有喝過酒 這樣身體會不好耶 我不要以後把它喝了 來妳等一下… 最近楊玉妮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我光幫忙 妳的任務是 恭喜妳 等一下要幹嘛要幹嘛 妳的任務是 態度非常強硬的 跟妳的太太說 今天晚上錄完影之後 三個主持人跟我 要一起去喝酒 喂 寶貝 妳在哪裡啊 捷運上啊 捷運上 妳要去幹嘛 我要去健身房 喔健身房 我今天錄國光喔 錄完了啦 然後康哥、彭哥還有曲哥想說 約我去喝兩杯 走走 妳現在錄完現在去哪裡喝 沒有沒有 剛剛快錄完了 等一下要去喝兩杯 晚上 我們先吃個飯以後 這一點多要喝什麼 反正康哥他們約我約了四次 那這次我再不去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我們先去吃個飯以後 晚上去找個一個地方喝幾杯這樣子 可能會晚一點 有可能到十二點以後 為什麼要那麼晚 好幾次啊 我們會聊天 我們會聊得很開心 會 你還沒聊到幾次 會聊到幾次 對 因為已經約了我四次 我都沒有去我不好意思啊 離家很近 又怎麼不好意思 我跟你講 我知道啊 但是酒館就在我們家巷口而已啊 離我們家很近啊 所以以後很多 明天早上會不來啊 我跟妳保證我一定期得來 妳放心 我敢喝我就會期得來 什麼輪椅 我最主要今天 我跟他們三位去喝酒 我也想勸他們三位一起跟我運動 對不對 喝完酒我跟他談一些運動的事情 然後我看我能不能敢話他們三位 跟我一起去運動 明天早上他們去健身房就好啦 對啊 我們聊一聊看怎麼運動 我教他們啊 我不要 我跟你講明天一早有通告 所以你一早要起來送披勒去上學 所以今天不行 妳就讓我去一次嘛 我每次都每次都在家裡面 我一年難得出去喝一次酒 我從來沒有在外面喝過酒 我跟妳結 你出去喝酒 你也不強化 都坐在旁邊喝酒 那有什麼意思 那會不如回來睡覺 补身體 妳坦白講 我們結婚十年了 我哪一次在外面喝過酒 我從來沒有在外面喝過 都是回家喝 所以妳出去喝也很無聊 所以妳都不出去喝啊 對啊 但是難得他們看得起我 因為我出去喝酒 我怎麼每次都拒酒 我也不好意思啊 那可以不用喝酒啊 妳這樣子 以後妳錄影會碰到康哥他們 妳不會不好意思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 不會跟我講話 就說不好意思 對啊 但是妳管我管得太緊了吧 我沒有管妳管得緊啊 我是愛妳 要妳身體好 反正我跟妳講 我這次我一定要去 我是一定要去 我跟妳保證 我會在天 那妳打給我幹嘛 妳一定要去 那妳就去啊 每天 我晚上到十點 沒回家妳就打電話給我 我怕妳會再打電話給我啊 我只是跟妳講 我會出去 對不起 我以後不打給妳 妳不要問我說 妳什麼都不打給我 妳什麼都不關心我 我就不要打給妳啊 那我總是要讓妳 讓妳放心我跟誰在一起嘛 對不對 而且跟他們問我就很不放心 跟誰 我跟堪哥 屈哥還有鵬哥 怎麼會不放心咧 低音耶 不放心 對啊 低音耶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臭男人在一起要不放心 跟我在一起最安全 來妳等一下等一下 什麼叫臭男人 誰是臭男人 她跟我們喝酒有什麼好 不放心的 妳完蛋了 而且今天 妳的發言 我們將會在國光幫幫忙 整整段播出 好煩耶 妳以後遇到我們 為什麼要罵我是臭男人 妳罵我們是臭男人什麼意思 我們哪裡臭 我怎麼了 對啊 你們不要叫我老公去喝酒啦 我們就要 我們現在就在 我們浪費一集 這集不播我們就一直喝 只播你這一張 一直播一直播 我們現場就開始喝 對 現在就喝 是不是 不行 請 欸酒來了 酒來了 一切都來不及 而且老師威士忌還習慣吧 可以可以可以 喝威士忌 好不好 不要啦 要喝來我們家喝 嗯 要喝也要在我眼皮底下喝 喔 那做不到 沒有辦法 好的 那今天那個 我們就知道了這個 阿健如何的水深火熱 還有 妳說 全世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大家要注意啦 好 所有圈內的男藝人們 男主持人們 都是臭男人 Yeah 拜拜 阿健好慘喔 對啊 婚後男人還剩什麼呢 我告訴你 也不用計較 還沒結婚的男人 我告訴你會剩什麼呢 沒有 然後呢 誰要你要結婚呢 結婚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就是婚姻生活嘛 換過來講 女人結了婚以後 還剩什麼 還是一樣只剩家庭啊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辛苦嘛 一起維持這個家庭 所以說就不要計較說 還剩什麼 因為這樣想你自己會更痛苦 謝謝大家的光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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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下來一點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